擔心寶貝營養不夠 煮了一大桌 結果天氣太熱 全家都沒胃口 奇異主廚 Jason 超有感料理 Zik上菜囉 我推薦很適合夏天吃的 奇異果酸甜醬飯糰 這道菜非常適合 全家一起來做 小孩子也可以幫忙呀 所以他們可以感受到做菜的樂趣 我們做酸甜醬的飯糰 要先用奇異果 還有鹽巴 還有香菜籽 胡椒 檸檬汁 洋蔥 糖 生薑 還有白醋 飯的部分 我們要用白米飯 加一點黑芝麻 到時候也要用一點海苔 可以把它所有包起來 那我們還有多餘就是 食用花 然後一點菜苗 等於是可以到時候擺盤 這樣子顏色更漂亮 那我們開始做了吧 我們的奇異果的醬已經煮了 差不多十分鐘 你可以看到的時候 水分就揮發掉了 你看到它開始變 稍微透明一點了 然後就變成比較稠的時候 我們再把洋蔥加進去 然後我們再把這是白醋 白醋加進去 洋蔥加進去的時候 你要看到洋蔥後來變成透明 我們才知道這個是煮熟了 然後把這樣子的Sauce 倒出來 OK 倒出來的時候 冷的時候就變成比較凝固了 所以你不用怕 這個好像看起來還是蠻水水的 冷的時候會稍微就是 就是set一點 所以我們現在就把這個放在旁邊 我們等一下就把我們的飯盤就完成了 我們下個步驟是把鮭魚沙拉拼起來 所以我們這邊有鮭魚 這是已經煮好的 你可以用新鮮的煎一下 那這是美乃滋 我們再把美乃滋加下去 因為我們要加一點香料 所以我們拿一點蔥 新鮮的蔥 全部攪拌在一起 全部攪拌在一起 鮭魚沙拉 你可以多放一點美乃滋 然後我們最後是 第一點醋 或是你可以放檸檬汁 下一個步驟 我們是已經煮好的飯 所以飯我是用 平常的短片飯 這種是Sushi rice OK 所以我們拿一點的飯 擠一下 擠下去 然後我們把鮭魚沙拉 夾在中間 可以把它這樣子蓋住 到時候要稍微把它擠一下 可以把形狀擠出來 OK 我們拿一塊我們的 這個 先放在外面 一個 然後這麼漂亮的圓的Canvas 我們要把我們的奇異果醬 放在這上頭 然後因為我們要看到 我們所用的Kiwi 我們把Kiwi就這樣子 擺在上面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Kiwi的飯糰 這種形狀就做出來 完成了 奇異果營養密度是蘋果的十倍 尤其是加上鮭魚還有海苔 這道菜是非常 nutritious for the whole family 讓全家營養開胃超有感 奇異果醬料理太好吃了 不只清爽還超營養的 給家人吃我很放心 I feel super 天啊